末世基督座谈纪要 如何解决败坏性情的话语 选段 有的人做了带领工人 总怕做错事被显明淘汰 就常跟人说 可不能做带领啊 一旦出事就被淘汰 连回头的余地都没有啊 这话是不是谬论呢 什么叫没有回头余地 被淘汰的带领工人 都是哪些人 都是胡作非为 打岔搅扰教会工作 屡教不改的恶人 如果只是因为身量小 素质差或经验不足 导致出错 只要能接受真理 能真实悔改的 神家淘汰了吗 即使做不了实际工作 也只是被调整本分而已 说这话的人 是不是歪曲事实啊 是不是散布观念 迷惑人呢 神家的带领工人 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 神家对待带领工人 是根据真理原则 丝毫不接受真理的假带领 才会被淘汰 追求名利地位 死不悔改的狄基督 才会被淘汰 只要能接受真理 能接受修理对付 能真实悔改的 都不会被淘汰 凡是散布 做带领太危险的人 都是有存心目的的 都是为了迷惑人 不让别人做带领 他好有机可乘 这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如果你担心被淘汰 那你应该谨慎呢 应该祷告神 向神悔改 应该接受真理 能够改正错误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如果人犯了错误 临到修理对付 丝毫不接受真理 没有真实悔改的意思 还继续应付糊弄 胡作非为 那就应该被淘汰 有的人做了带领工人 他胆大妄为 说话做事毫无顾忌 还想一手遮天 他不但不会用真理解决问题 还把向上面反映问题的人 追查出来隔离了 上面发现了这个问题 就追究他的责任 他胆小如鼠 死不承认 他以为 死不承认就能蒙混过关 神家就不追究了 是这么简单吗 神家会 何时清楚 按原则处理 是谁是谁的责任 谁也逃不掉 做事的时候 不寻求真理 随从己意 任意妄为 出事了 就一个劲的诡辩 伪装 死不承认 这是什么问题 这是正确的态度吗 采取诡辩 伪装 死不承认 能解决问题吗 这样的态度 合不合乎真理 有没有真实的顺服 他害怕做错事 被揭发检举 害怕神家追究责任 害怕审判领导 被定罪 被淘汰 这个怕里面 有没有问题 这个怕 不是正面事物 怕来自于哪儿 撒旦败坏性情 对了 那这个怕里面 到底有什么 解剖解剖 他为什么怕呢 怕 就是担心事情暴露了 会被撤换 会失去地位 范腕 所以就采取 说谎 诡辩 死不承认 就凭他这个态度 他是不是 接受真理的人 是不是狂妄自恃的人 是不是诡诈人 在这里 就被显明了 这不就是个母鬼吗 他终于显形了 什么时候 最显明人 就是在人 领导事的时候 尤其在人 在人做坏事 被显明的时候 看人是什么态度 这个时候 最显明人 人的小心眼 人的诡诈 人的欺骗 犯了错误 死不承认 等等 这些败坏性情 一下子全暴露出来了 这是不是最容易分辨人的时候 有的人就不相信神家能公平对待人 就不相信神家是神掌权 是真理掌权 他认为 不管人尽什么本分 只要出现问题 神家立马就会处理 就会取缔人尽本分的资格 就会把人打发走 甚至清除出教会 事实真是这样吗 绝对不是 神家是根据真理原则 对待每一个人 神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公义 神不是只看人 在一件事上的表现 神是看人的本性实质 看人的存心 看人的态度 尤其是看人犯错误的时候 能不能反省 有没有懊悔 能不能根据神的话 看透问题的实质 达到明白真理 恨恶自己 有真实悔改 如果这些正确的态度都没有 只有个人的存心掺杂 竟是小鬼道心眼 竟是败坏性情的流露 出了问题还伪装 诡辩表白 死不承认 这样的人 就没法蒙拯救了 这是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 就属于彻底被显明了 不是对的人 丝毫不接受真理的人 实质就是不信派 只能被淘汰 不信派做带领工人 怎能不被显明淘汰呢 一个不信派 不管尽什么本分 被显明是最快的 因为他流露的败坏性情 太多了 太明显了 而且丝毫不接受真理 还能任意妄为 最后被淘汰了 失去尽本分的机会了 他才开始担心 这下完了 不让尽本分 我就不能蒙拯救了 这可怎么办 其实天无绝人之路 还有最后一条路 就是真实悔改 赶紧传福音得人 将功补过 这条路如果不走 就彻底完了 如果这个人有点理智 知道自己什么本事也没有 就应该好好装备真理 操练传福音 这也是在尽本分呢 这是完全可行的 他如果承认自己没尽好本分 被淘汰了 还不接受真理 没有一点懊悔的心 还自暴自弃 这是不是愚昧无知啊 你们说 人犯了错误 如果能有真实认识 愿意悔改 神家能不给机会吗 在神六千年经营计划 要结束的时候 需要人尽的本分太多了 就怕人没有良心理智 不务正业 得着尽本分的机会 不知道珍惜 丝毫不追求真理 把最好的光阴给错过了 这就把你给显明了 你尽本分一贯应付糊弄 临到修理对付 一点顺服都没有 那神家还能用你尽本分吗 在神家是真理掌权 不是撒旦掌权 一切都是神说了算 这是神在做工拯救人 是神在主宰一切 不用你分析对错 你只管听话顺服 临到修理对付 你得接受真理 能改正错误 神家就不会取缔你 尽本分的资格了 如果你总怕被淘汰 总讲自己的理 总为自己诡辩 这就有问题了 让人看见你丝毫不接受真理 看见你不可理喻 这就麻烦了 教会非处理你不可 你尽本分 丝毫不接受真理 总怕被显明淘汰 你这个怕里面 就有人意掺杂 就有撒旦败坏性情 就有猜忌 防备误解 这些都是人不该有的态度 你首先得解决这个怕子 另外还得解决对神的误解 人对神的误解 是怎么产生的 平安无事的时候 人肯定不误解 还觉得神好 神尊贵 神公义 神是怜悯慈爱 神做的一切都对 结果临到一件不合观念的事 人就认为 神好像不太公义 起码做这事不公义 这是不是误解 神怎么就不公义了 是什么地方让你产生误解 是什么事让你产生 神不公义这样的想法认识呢 你能说清楚吗 到底是哪句话 哪件事 哪个背景 你说出来让大家分辨分辨 看看能不能站得住脚 另外 人误解神的时候 临到不合人观念的事的时候 人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 先顺服下来 心里得琢磨 我不明白 但我顺服 因为这是神做的 不是人该分析的 另外 我不能怀疑神的话 怀疑神的做工 因为神的话都是真理 这是不是人该有的态度 你有这个态度 你的误解还能成难处吗 它就不能影响 搅扰你尽本分了 你们说 人是带着误解尽本分能有忠心 还是不带着误解尽本分能有忠心 不带着误解尽本分能有忠心 所以说 首先你得有顺服的态度 另外 你起码得相信 神是真理 神是公义 神做的都是对的 这是决定你尽本分能不能忠心的前提 这两样你都具备了 那心里有误解 能不能影响你尽本分了 不能了 就是你不会带着误解去尽本分了 首先在第一关就把它解决了 让它只停留在萌芽状态 接下来该做什么 从根源上解决它 那怎么解决呢 就这是跟大家一起读几段相关的神话 然后交通 神为什么这么做 神的心意是什么 神这样做工能达到什么果效 把这些事交通透亮了 你对神就有盛事了 就能顺服了 你要是不解决对神的误解 还带着观念尽本分 说 说这是神做的就不对 我就顺服不下来 我就叫这个劲儿 就要跟神家讲这个礼 我就不相信这是神做的 这是什么性情 这是地道的撒旦性情 这不是人该说的话 不是塑造之物该有的态度 你能这么跟神对抗 你配不配尽这个本分了 你就不配了 因为你是个魔鬼 你没有人性 你不配尽本分 如果是有点理智的人 对神产生误解了 他自己一方面祷告神 一方面在神的话上寻求真理 早晚会把这件事看透的 这才是人该做的 经历神做工的过程中 有许多人想不开 想不明白的事 只要存着顺服的心 慢慢都会解决的 并且都能从神话中得到答案 就是眼前得不着结果 经历几年以后 自然也会明白的 如果遇到问题 总想不开 就跟带领工人较劲 就跟神家讲理 这是有理智的人吗 跟随神 起码得具备正常人性的理智 再具备起码的信心 才容易顺服神 你如果总跟神 抵触较劲 过后还不寻求真理 没有悔改的心 那你就不配尽本分 跟随神了 不配接受神的托付 你若没有真实的信心 还来尽本分 跟随神 你是站不住脚的 肯定得被淘汰 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这叫自找没趣 所以说 要解决对神的误解 人该有的态度是 先顺服 得相信神做的都对 你别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判断 总相信自己的判断 自己的眼睛 这就麻烦了 你不是神 你没有真理 你是有败坏性情的人 你能出错 你还不明白真理 不明白真理 神定罪了吗 神没定你的罪 但你得寻求真理 神给你机会 给你时间 让你寻求 神在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你在这个时间段 能寻求真理 你明白之后 顺服下来 就没事了 神不纪念 也不定你的罪 如果你还能老病重犯 你就彻底完了 不可救药了 君貌 你不认open 我照顾 我照顾 你们是中国人 你不认飞 你不认飞